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如今 死者都还需要停尸三天才能下单 很多不懂的年轻人都觉得停尸这么久 是以前留下来的封建迷信 其实并不是 停尸七天或者三天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在古代 生产力低下 科学发展缓慢的时期 古人的思维受到束缚 在古代 他们都觉得人死之后 想要能不下地狱 必须要七七四十九天才能投胎转世 而去世的第七天 也就俗称的投七 这一天古人认为的回婚役 在投七这天 死者会回家看投胎前最后一眼 所以投七这天 死者家人不能吵架 要大办丧礼等等 这样死者看到后才会离去 很多人认为 古代的投七是封建迷信的产物 但是 在古代的书籍中记载 扁确 周游各国 在经过国国国的时候 听到国国的太子尚武刚去世 而且 国国太子还很年轻 学医的扁确听了大家的讲述后 心中一喜 笑得对大家说 太子并没有死 就这样扁确被接到了皇宫 果不其然 扁确将太子救活了 从此 扁确救死人的事 在各国传开了 被称为神医 妙手回春之人 从扁确救国国太子的案例中 聪明点的读者都可以得知 其实太子并没有死 因为古代的科学落后 医学水平低下 导致很多病都不能得治 很多人在得病之后发生暂时假死 人们就以为病人已经去世了 但是神医便却知道病人并没有死去 只是进入假死 为了能够让那些假死的人不被过早下葬 人为致死 所以修了头七 这样即使病人入假死 也能在七天内发现 如今 古代的头七还在 但是死者只要过了三天就可以入葬了 其实这按照科学依据来改的 因为当今医学发达了 进入假死的病人 在三天内检查 就可以判断是否死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